无论是山坠 恩雨不会变 每日降在你身边 恩雨和路人 每次都很累累的回家 就没有力气 主治医生就来跟我们两个讲 你的小孩有可能是血癌 整个地球是停止了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我到现在还是蛮震撼的 有时候就没胃口 肚子痛 喉咙痛 嘴巴痛 哎呦 脚痛 那段时间我们非常多地祷告 在维也纳 不仅国家歌剧院 经常吸引到世界各地的观众 来欣赏表演 维也纳的音乐学院 也不断吸引到世界各地的音乐人 来进修音乐 马春林和丈夫林德胜 就是其中两位 在台湾出生的马春林 高中毕业之后 就准备去维也纳进修音乐 当在台湾学习德文的时候 辗转认识了在维也纳的刘小玉 刚到维也纳的时候 马春林需要寻找居所和申请入学 然后小玉阿姨就先提供 让我们有地方住 让我跟我的同学住了一个月左右 让我们有一个地方 然后可以参加考试什么的 小玉阿姨那时候已经很大力的帮忙 因为那时候很多台湾学生都会 去到她的餐厅 然后小玉阿姨很热情 叫我们要在那边有聚会 可以过来 因为有查经 但有不懂的就会问 非常感觉那个查经班 很有归属感 虽然马春林在查经班 渐渐认识基督信仰 也愿意信耶稣 但是对于受洗 就一再拖延 一个仪式感 就是感觉你 就必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自己心里害怕 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神要求的东西 然后就不敢去有这个仪式 自己就是后退 可以等一等吗 可以等一等吗 在查经班 马春林认识了她的丈夫林德胜 林德胜同样是修读音乐 他们结婚之后 有一次回到丈夫原居地 马来西亚度假的时候 丈夫的姐姐也跟她谈到受洗的问题 因为我刚好回去马来西亚度假一个月 有一次跟德胜的姐姐谈话之后 就觉得她不是什么仪式感 你只是在你的信仰上面更踏实地去做 然后就密集上了受洗课 上课有疑问 在当中就全部就把它问完 为什么受洗 为什么我需要受洗 为什么我这个信仰我要做这个东西 在当时就解释的还蛮清楚 那个挣扎就不见了 上完那些课程的时候 就觉得理所当然就是要去受洗 在马春林挣扎受洗问题的十年间 两个儿子相继出生 她就没有在工作 专心照顾小朋友 不叫我再试一次 可不可以在那边 马春林的小儿子林沐浩 大约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身体开始觉得不舒服 我一开始是先练白 就然后 然后到过了几天后 我就开始每次都很累累的 很累这样回家 然后就没有力气 那我一开始都是中国人嘛 都觉得你可能贫血 然后也没有特别去觉得她哪里不对劲 以为说她走不动啊等等 是因为她懒 因为lock down的关系 造成她 就是有一点懒散了 整个生活的态度 有一点改变了 所以我们还强迫她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她生病 那一直到后来她走一走 不只是喊累 而且她真的走不动 她整个脸是白的 然后她会吐 我们觉得不对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了小儿科医生 小儿科医生认为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病毒 因为有一次发烧 然后因为之前已经脸色长白什么的 就我们一直认为她是平血 我就要求医生 你会不会做一个协议的一个测试 然后医生非常非常自信 不用跟我讲 你不用 你的孩子只是病毒感染 他没什么事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他还是一样的症状啊 脸色长白 然后一直非常的疲累 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的 每天自己走路 就再去找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看到之后 就马上给我转了一个儿科医师 而科医师看到他之后 做一些检测之后 马上就是把他验写报告做出来 然后我们得到报告之后 就马上被转到大医院 然后去到大医院之后 大概又做了一些检查 半夜的时候 主治医生就来跟我们两个讲 你的儿子并不是那么乐观 他的血液报告不是那么乐观 有可能是血癌 血癌 因为这个验血报告指数非常的靠近血癌 他们不敢完全确认是这个东西 所以又送到我们为了那一个 专门儿科的血癌中心 那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转过去那边 转过去那边之后 所有检查都一样 抽血 验尿 一切都弄完了之后 当天下午 那边的医生就跟我们宣布 他就是这个病 血癌 那个医生跟我讲 血癌这个字的时候 我那时候整个人是 是完全听不到 然后我也看不到 整个好像 整个地球是停止的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 我到现在还是蛮震撼的 一开始 心情当然不是那么舒服 我并没有绝望 因为我知道他这个是可以被治愈 医生是这样跟我们讲的 那一天晚上 医生宣布幕后确诊 这个血癌的时候 回到家 我要帮他们收医服 我抱着大儿子哭 他可能那时候13岁 还不知道血癌这个东西 可是他看到 诶 今天爸爸不一样 这个事情是不是很严重 他可能会觉得 这个事情知道会很严重 那所以觉得 对他也是有一个震撼 2021年的2月1号 已经在那个血疗病患中心了 然后你又必须做一些治疗 化疗 刚开始一个月 我们都基本上住在医院里面 那时候 妈妈陪着木浩 就是24小时在医院里面 我需要上班 我上完班要赶到医院去 赶到医院去 又要匆匆慢慢赶回来 要煮饭给儿子吃 晚上在家里 就是陪他聊聊天啊 什么的啊 然后陪他一起睡觉 第二天我又是 又要赶去上班 上班 然后再去医院 这样 因为他哥 不能够去医院探望他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只能视讯 那最大的疏忽 我觉得最 最抱歉的还是老大 因为老大他不是晚上才回家 有时候他可能上到中午 他一整个下午就一个人待在家里 那晚上有时候也赔不了他讲太多 我也累了 回来可能我要从医院带一些他们的换洗衣服 回来要洗 要晾 要收衣服 要准备冰天的东西 所以老大觉得 他在这个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 我想神要给他的功课 神也有他一定的功课要交给老大 那我很怕 我很害怕是因为我的疏忽 而他受到了什么心理上的伤害 后来慢慢慢慢的还好 身边也有一些朋友 知道我们家有这个情况 他们可以煮一大锅 甚至煮两锅东西 然后交给我 然后把它分好 饭也煮好了 一碗一碗把它封起来 那儿子如果肚子饿的时候 他可以直接微波炉 可以弄 至少这一方面 我已经可以解决掉我一些的问题 开始化疗的时候 你至少化疗就掉头发 或者是他整个年末受伤 他整个没有办法好好的进食 喝水 我们最普通的事情 他都没有办法做 然后他的父亲 就会每天在他的病床祷告 那段时间我们非常多的祷告 我记得我每一次要离开病房的时候 我要回家 我们都会三个人一起祷告 那我有看到 一开始他的不安 到慢慢慢慢之后 他的比较 他的比较稳定的情绪下来 他有什么病发生 突然间发生什么了 他妈妈也就是很从容的去面对 很多朋友没有办法 来到医院看 因为就是不可以 但是很多人为我们祷告 这是在这个祷告当中 就很多的力量 无形的 自己没有感觉的 但是你是知道 就是有力量撑住你 来到主面圈 散开你的心 相信祝你爱 我们来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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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沐浩住了一个月医院 就可以回家继续接受治疗 但是很多时候 治疗的副作用都令他很不舒服 所以要经常出入医院 有时候就没胃口 然后肚子痛 喉咙痛 嘴巴痛 还有脚痛 有一次 有一个治疗 不小心伤到他身体的胰脏 一个 本来只是胃管的 胃插管 这个治疗 他想要检查胃的问题 结果医生不小心割到他的胰脏 然后他整个里面就大出血 本来只是很简单的胃插管 之后我们必须花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让他住院 然后把这个小伤口 恢复 这当中呢 他因为的恢复的非常的慢 因为他的血小板指的非常的慢 很少 那伤口变得很痛 巨痛 他妈妈跟我说 他那时候 这里破洞的时候 他是痛到在地上滚 到最后他用的止痛药是马飞 我相信他妈妈正面的 面对这个的时候 是比我的冲击还要更大的 在治疗的过程中 接受到的副作用 一些痛苦 当父母的时候 我会想说 我替他承受好了 我是跟他一起祷告 是跟他这样讲 我说沐浩我们必须祷告 因为你必须把你这个东西跟神讲 妈妈做不了 我只是陪在你旁边 你要自己学着祷告 在这件事情上 沐浩就不时祷告吧 他会自己做这件事情 觉得一个八九岁的小孩 要经历这种东西 真的好想跟他还 然后我先生他 他很疼他的小孩 他就会有一个很沉默的一个情绪 很低潮的一个情绪 他也没有办法 言语上去帮助这个孩子 只是就是他陪伴 我们最多做的就真的陪伴 跟神祷告 就是让我能够讲出有智慧的话 在当中 对 就是不要让这个伤害扩大更多 因为病痛已经非常大了 有一次他吃药 身体反应过敏非常的大 整个脸是肿到月亮啊 或者是面包还大 然后哥哥就看了视讯 看完视讯他根本就哭到爆了 弟弟都变这样子 那一次就 哥哥就完全没有办法 再看到他神病的样子 然后医院呢在这方面有帮忙做一些心理治疗 甚至哥哥的事情 他们都会有派那个心理治疗师来帮忙 那三个心理治疗师常常会来病房找我们聊天 知道他有的哥哥 哥哥需不需要啊 他们也有人可以在外面 不用在医院就在外面跟他哥哥 可以约在那边聊聊天 他们也是担心说 我们的家庭有一个人生病 我们所有人都垮掉 我的能力非常有限 但如果不是神在这些人的身上动工 就让他心里替我们想 或者是有这个怜悯的话 我们也得不到这些帮助 而且不是只有他一个孩子这样子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治疗中心 是很多孩子都这个样子 医院除了心理治疗师之外 还有社会局 他有派一个人在那边 他常常会来找我太太聊天 你们要去申请什么 你们可以申请些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一些的制度 给了我们病患的家属很多的方便 他给我们很多没有后顾之忧的 让我们可以专心的 可以更放松心情来面对这个治疗 你会发现这些制度 多少年前他们就已经建立了 所以这些恩典 这些恩典都是神在你 让你孩子发病之前 他已经准备放在那里 然后你现在需要 你自己来拿 东西都在那边 其实就像 真的就像救恩一样 我的救恩在这边 你只要去拿 你只要信 你只要信 你就可以了 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知识 去信 因为这个病你会发现 透过神给大家的感动 然后来帮助我们这个家 那时候看到教会 也给我们好多的支持 奉献会给我们 因为我们还是需要 有这方面的药物的费用 不管是从教会 不管是朋友 医院 对我们的完全支持 不是我们可以想想的 从儿子的患病 马春林不仅经历到 祷告的力量 以及其他人对他们的帮助 也都体会到神的意念 高过自己的意念 因为我们不是神嘛 因为你允许让这个事情发生 一定是有后面的意思 有一个疗程 必须是经过电脑筛选 才允许他去做这个化疗的 因为这个药 会让那味产生非常大的吐 或者是一些反应 是会不好的 Muha被剃除这个化疗 那我在想 为什么之前会发生这个 胃这个问题 他如果没有这个问题 他参加这个治疗 就搞不好 后面的副作用反应是更大的 因为他 我也根本承受不了 医生注意到 这个小孩有这个问题 那我就不得不想 神做出来的一个事情 虽然Muha很痛苦 但是之后的痛苦 搞不好比这个会更大 然后他之后又有另外一个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治疗 也是必须用电脑筛选的 好特别 Muha被选中 对他来讲 没有一些副作用反应 反而是他的那个 治疗的效果 超乎医生想象的 而是对他非常好的 这个 我没有特别想要 但是神已经预备好 怎么样 就是来通知我们 你Muha必须要这个治疗 他这个是不用住在医院 因为那时候Muha已经治疗很久 他对医院非常的厌烦 他根本不想 一听到医院他就不想去的 这个治疗的时候 你待在家 你只要背一个像一个 打药机在身上 你整天就带着那个东西 那你要去哪里去外面 或者是走路什么 都是可以的 允许他 可是在这当中他也是被治疗的 然后他就是一个礼拜去医院 验血 然后看他的治疗状况 这个的治疗 比我之前想要的还更好 效果又更好的 我们能够说什么呢 是不是 人想的还是有限的 你想要什么都要最好的 可是并不是你想的是最好的 另外一个很担心的就是 新冠肺炎确诊 因为他没有打任何的预防针 然后他的抵抗力又几乎是零 我们最怕的就是他感染 我们守了这么久 没有想到第一个感染就是他 他感染的第二天 刚好就是有一个appointment 要在医院抽骨髓 因为我们要去医院之前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检测 然后要阴性你才能去医院 刚好那天的那个检测报告都救不来 很奇怪就是没有收到报告 那我们只好还是时间到去医院 然后医院说 好那你没有拿到阴性报告 他要当场帮他测 然后当场测了之后 阳性 然后就马上让他住院 因为我不知道 如果我们去医院之前 我们拿到一个阳性的报告 医院会不会跟我们说 那你就在家休息你不要来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这个也是不是也是神的安排 他得病的当中你就会发现 你能够孩子一个好好吃饭 好好走路 这不是理所当然 所以你是要感恩 你孩子可以吃饭 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觉得我儿子这次生病 我真的一点点力都没有 我只能放手 那慢慢放手了之后 你也看到地球没有你 还是赚得很正常 以前把自己看得太大 自从沐测生病了之后 这次公司的一些改组 赋予我一个新的责任 我现在是要管整个分公司 我觉得我的压力好像也没有 没有之前那么大了 我学会我可以更放松地 面对我的生活 我该休假的时候要休假 该工作的时候 我也是就是尽我的能力 现在沐浩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化疗 可以正常上学 他只需要继续吃药 定期抽血化验 如果未来三年都没有再复发 就会视为康复 其实那时候医生跟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心里很害怕 复发 我现在反而慢慢的 我把我的那个责任完全放掉 如果真的复发 复发我们再看怎么办吧 我们自己要抓得这么紧的话 其实给自己找麻烦 其实很多东西生在 他今天他让这个事情降临到我们家 他要怎么做 我们其实轮到我们讲话 经过这个密集治疗 你也看到神 你担心没有用的 你担心的只是 让你自己生活的不是那么好 然后情绪上对孩子 对家里都不是很好的一个状况 我们就只能祷告 不管是你安静祷告 在教会祷告 大团体别人帮你祷告 我感受到最深的就是祷告 对我跟我的孩子讲也是祷告 其他没有办法做到更多的 更多的事情 我们来祷告 我肩膀给你靠一靠 有心心笑一笑 乌云不见了 一切他都知道 一切他都绝明了 何不放下一切 我们来祷告 我很怕的时候 就还是我很担心的时候 会有感觉到祂在 神在 我觉得神在这个 是已经是一个 我不需要再去提起的一个事情 祂就是在 祂一定在 没有祂在的话 我没有办法这样子 一个人这样走 走这么多 我只是觉得 不要怀疑 因为我是人嘛 我没有办法想象神要做什么 从台湾去到维也纳进修音乐的马春林 虽然在维也纳读书的时候已经信耶稣 但是经过十年挣扎才决定收洗 期间他结了婚 两个儿子相继出世 后来小儿子罹患血癌 一家人都经历到 向神祷告所得的力量 多谢大家收看恩与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3106-4444 或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